十二之三讲的是人类的演化 因为我们在讲演化嘛 就当然想要了解一下人类演化的过程 可是在讲人类演化之前 我们先关心人类属于灵长类 我们先讲讲灵长类是怎么演化来的 灵长类就是界门钢木科属种中的灵长木 所以以我们来讲 我们是动物界 几所动物门 哺乳钢 灵长木 灵长木怎么来的呢 大约在五千多万年前的森林中 有一群十虫的动物 他们长得大约像这个样子 因为那些动物早就不在了 你现在看来都是现在的现身动物 这是瞿青 它是一种十虫动物 它是哺乳类中比较原始的 是十虫木的 好 我们认为当时五千多万年前 有一群十虫动物演化成 类似现在的树渠的动物 树渠看起来是不是像老鼠 但它是灵长木 其实现在来讲 这种动物就是灵长木的现身的动物 它就是灵长木当中最原始的灵长木动物 它叫树渠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认为 在五千多万年前的森林 有一群嗅觉视觉听觉很敏感的 类似瞿青的十虫动物 演化成我们灵长木的祖先 而那个祖先会长得很像我们现在的树渠 所以它很像 就在演化过来了 好 大概五千多万年前 好 那这些 我们的共同祖先出现之后 就演化成现在的灵长木 那现在灵长木的动物有什么共同特征呢 我下面讲的这些共同特征是 大部分的灵长木动物符合 有少数例外 当然还是会有例外 灵长木动物的肩关节特别发达 你看你是不是 我还能名字 你可以举手 你可以把手伸高高换灯泡 你叫你家的狗狗 来福 它可以举手台右吗 不行 那个猫 小咪 你家猫咪 小咪 灯泡坏了 帮我换灯泡 它可以 帮你换灯泡吗 不行吧 对不对 所以肩关节 灵长动物可以举高手 可以做很多很灵巧的动作 好我们的手背也比较强而有力 好第三个 我们脑量也大一点 还有我们的拇指 我们的前肢的拇指 和其他四肢可以对合 这个现象可以造成一个动作 你可以握东西 你家的狗狗可以握东西吗 你家狗狗的掌 那个掌可以夹笔啊 那个短指头跟掌可以夹笔笔 可是它不能握笔笔 握是四肢跟另外 拇指跟另外四肢可以握合 所以灵长类动物的前肢很发达了 除了肩关节 除了可以握 还有力量也比较大 就可以让你抓东西 做工具 用手做很多操作 那另外我们的手指也变明明 因为我们要摸东西 抓东西做工具 还有另外我们在视觉上 变成立体视觉 因为你的眼睛开始朝前方看 这个眼睛的视野在这 这个眼睛的视野在这 你会发现这两只眼睛视野是有重叠的 这个重叠视野的地方 你看起来会有立体感 为什么 当然啊 我们为了操作东西 你必须要看到 你看我抓到了 为什么抓那么精准 我知道它的距离啊 你现在在树上跳来跳去 从A树跳到B树 你要先看到B树的位置 算好距离 跳过去抓住树枝 如果你没有立体感 你会扑空的 那灵长类就没了 对不对 对 可是你看 灵长类是这样的现象 那有其他一些的生活 像鱼 或是像什么 马 眼睛在两侧 干嘛 他们的视野没有交叉 他们没有立体感 可是他们为了追求 很大的视野 所以你从后面空影它 它会看到你 所以像我们灵长类东西 属于是人类哦 你有了立体视觉很好 但你缺少了后面的视觉 所以有的从后面攻攻击你 你看不到它 所以立体视觉是要牺牲 广大的视野的 好 另外像立体视觉哦 除了人类之外 另外一群很有名的例子就是 猫科动物 不论是大猫小猫 小猫就是你家的猫咪 大猫就是狮子捞虎猎猫 他们眼睛朝前 为了看到猎物 然后只要距离可以扑杀它 这样子 好 那我们当然也是不如类嘛 我们有完善的育幼跟护幼行为 以上是灵长类的共同特征